這隻土黃色的狗 就是因為跟三隻眼鏡蛇 纏鬥而意外死亡 苗栗泰安鄉士林部落 以及台中達官部落 近期頻頻有蛇出沒 達官國小校長 擔心學生安危 表示已經嚴重影響 當地居民人身安全 眼鏡蛇數量過多 頻繁出現在民宅公寮大街上 甚至連學校也有蛇闖入 但因為這些蛇是外來種 並非部落常見的蛇類 又都是毒性非常強的眼鏡蛇 加上未處三區醫療資源缺乏 居民擔心萬一眼鏡蛇咬到人 沒有辦法立刻取得血清 民眾現在也不知如何自救 只能避免遭蛇藥傷 校長表示縣府以及公所 已經請了蛇專家到部落說明 並且配發捕蛇匣 不過面對眼鏡蛇 咒增 部落很多婦女 已經不敢前往三區務農 就怕一個不小心被毒蛇咬 更擔心沒有防備能力的孩子 遭蛇咬傷 後果不堪設想 有居民曾看到有外地人到部落 也放這些毒蛇 希望有關單位能夠介入禁止 不要讓居民每天生活在擔心 被蛇咬的恐懼中 記者Malas Lulung 台北市採訪報導